大家好,我是小猪 如果你刷到这条视频,恭喜你 大概率刚刚考过了新加坡房产中介从业考试 也就是RES资格考试 如果你正在考虑如何选择团队 可以看看我之前出的这个视频 我整理了从公司团队和直属上级三个层面来选择的思路 这里多说一句 目前我们公司的Sign Up Package很好 iPad和500块现金可以二选一 括号完毕 今天我想深入探讨一个话题 那就是房产中介的品牌打造和危机公关 现在是自媒体时代 很多企业老板都已经亲自下场 做自媒体打造个人IP带货 而房产中介作为销售一线人员 更是要把自媒体作为自己的常规武器 打造个人品牌提升曝光度 然而这个工作看似容易 实际操作起来却并不简单 当数以千计万计的房产中介 涌入小红书等自媒体平台时 同质化内容严重 平台监管日趋严格 骗子数量也同中介数量同比例 甚至更快速增长 货客变得异常困难 更不要说品牌打造了 很多中介稀里糊涂折腾了一番 没赚到钱 反而先被骗子代运营商割了一把韭菜 实在让人怜悯 但又没办法 这是竞争所带来的必然局面 这个世界是守恒的 有竞争就必然有赢家和输家 另外自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 房产中介在获得更多宣传渠道的同时 也受到越来越多舆论的监管 经常在小红书上看到很多中介同僚 被客户挂出来避坑或者批判 我当然不是要为我的同僚开脱 有的确实有做的不是对的地方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 很多时候这样的不愉快局面 并不是任何人主观意愿所为 很多时候都是沟通不到位 或者不得体造成的 讲到这儿我就要讲重点了 我作为前品牌和公关从业人员 对品牌塑造和危机公关应对 等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和丰富的实战经验 加入我的团队 不说其他的 至少等于有了一个私人公关经理 遇到棘手的舆情事件 或者难搞的人情事故 我会用我的经验和专业水平 尽量帮你搞定 你不信是吧 约我来聊聊咯 我帮你讲一些实际案例 台 ABU 第9票 置孜 顶 额